悲碳不可系列 回家 作者 王小明 这是可爱的娃娃家 娃娃放学了 我们会像爸爸妈妈接我们回家一样 接娃娃回家 我们回来了 娃娃 吃饭饭 鲸鱼也有家 它们的家在北极 可是它们回家的日子好像打仗 鲸鱼爸爸们游在前面当前锋 鲸鱼妈妈们掩护着小鲸鱼游在后面 为什么一家人不能一起走呢 因为路上很不安全 有风暴 还有苦惊的人 鲸鱼爸爸发现了危险 就会发出警报 这声音能在水下传到千里之外 当心有坏人 虽然回家那么辛苦 可是大家还是要回家 五屋的火车挤满了人 就是在城里工作的人们正要回家 坐在急急的火车里真是辛苦 但它们都好开心哦 因为它们辛苦了一年 现在要回到可爱的老家 可爱的老家 有山有水 还有好多亲人在等着它们 哦 回家是为了和亲人团聚 深山里的西河 是千里外大海中鲑鱼的老家 中国的乌苏里江 美国的玉空河 都是它们的家 我们要有几千里回老家 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有 前面有个瀑布 它们不后退 用力跳过去 前面有大熊张着大嘴巴 它们不害怕 勇敢地穿过去 天啊 冲啊 鲑鱼辛苦的身子变成了红色 好像血在流 被急也驼了 嘴巴更撞成了弯弯的勾勾 真是想不通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地回家去呢 最后把自己弄成了个丑八怪 因为老家是我们出生的地方 所以再辛苦再累 也要把自己的宝宝 生养在可爱的老家 哦 回家是为了养育孩子 为了生宝宝 而千里万里回家的 还有小小的北极燕鸥 它们要飞行一万多公里 从南极飞回北极的太原 生养自己的孩子 而非洲的大羚羊 都是挑选水草丰盛的地方 生下孩子 然后再回家 好像人们在医院里 生下宝宝再回家 大羚羊的孩子 好厉害 一生下来就会走路 许多羚羊爸妈 带着孩子 穿过草原 渡过大河 一路上 孩子们就学会了 怎么过河 怎么爬山 怎么跟狮子打仗 哦 回家的路上 还可以学这么多本领呢 人类把动物的回家 叫做千禧 千禧的 不仅有飞鸟走兽 连柔弱的蝴蝶 也会在秋天 飞上千百里路 到温暖的南方 去结婚生孩子 因为南方的家里 有许多甜甜的花蜜 回家是为了结婚办酒席 在春天和秋天 我们还会看到 很多的鸟儿 在天上排着长队飞过 小燕紧紧跟着大燕 小燕子紧紧跟着大燕子 只有回到家里 它们才能安全地活下来 哦 回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哦 我们把人类的家叫做家 把动物的家叫做栖息地 但不管叫什么 家都是团聚的地方 成长的地方 是充满亲情的地方 不管是谁 都会要千里万里地回家去 回家真好 所以在外国开了一辈子餐馆的老阿公 也要拄着拐杖 坐飞机回到老家 这是少小离家老大为 相应无改并谋罪呀 快叫爷爷 回家的景象真是感人 小离家老大为 小离家老大为